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和一部电视剧有关 那就是2003年的征服 得益于孙洪雷精湛的演技 几乎所有看过的人都对孙洪雷饰演的刘花强这一角色的印象极为深刻 就算没看过的 在这些年互联网信息的飞速传播下 也从一些梗中得知了该剧或该角色的存在 例如你这挂饱熟吗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叉叉二手车等等 不得不说 好的作品就是跨越了时间 这部电视剧时至今日偶尔我也会重温一下 可是大家对刘花强原型张宝林肯定就很陌生了 所以也就有了今天出这期节目的想法 来聊聊刘花强的原型张宝林 由于电视剧里是以刘花强为中心开讲 那么接下来我也以张宝林为中心开讲 这样方便大家理解 也可以对比一下现实与影视作品中的不同 这个故事与电视剧中一样还是发生在石家庄 但张宝林的祖籍并不在这 他们老家是山东省肥城县的 肥城县在是个市 但在1992年8月前都是个县 张宝林的父亲在192几年出生 出生后没多久 一大家人随着闯关东的浪潮到了吉林省的通话市 当时其母亲做什么工作不清楚 其父亲在当地一家煤矿机械厂上班 在通话的时候 张家生了一个男孩两个女孩 女孩资料不详 男孩叫张宝贵 也就是后来张宝林和张宝义的哥哥 电视剧中并没有他的存在 时间到了1957年 这家煤矿机械厂搬到了石家庄 张家也跟着厂子来到了石家庄 1962年 老二张宝林出生也就是刘华强的原型 1966年 老三张宝义出生也就是刘华文的原型 这俩兄弟跟老大张宝贵可不一样 张宝贵老是本分不爱惹事 可这哥俩天天惹事 一天不干点啥坏事浑身不舒坦 但也不是什么大事 今天欺负个小孩明天拉个电闸 后天砸个窗户什么的 可俗话说的好 物以恶小而为之 1979年 13岁的小弟张宝义因盗窃 被关在了寿管所两年 被放出来后没过三年 在1984年的时候 又因盗窃被劳动改造了三年 老二张宝林差不多同样的经历 虽然他没进去 但因为这哥俩天天在一起混 也说不准是小弟替二哥顶的罪 不光如此 老二张宝林上高中时 还因为谈恋爱经常打架 以此彰显自己的男人气概 结果把人打得头破血流 被打那家人跑到张家要个说法 最后张家赔了一千块钱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具体年份也无从考究 咱们就按80年代的购买力来算 那个时候北京全聚德 一直烤鸭差不多八到十块钱 一份葱酱蘸料两毛钱 最贵的炒菜红烧海参五块钱 所以由此可见 被对方要的这一千块钱得多值钱 不过索性当时老张工资也不低 在厂子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 也算个工人小头头了 一个月工资有100多块钱 这事过后 张宝林张宝一哥俩安分了不少 高中毕业后 张宝林接了父亲的班 也去了煤矿机械厂上班 可没过多久 改革春风吹满地 部分人下海经商 张宝林本来就不是安生上班的主 于是也跟着下海经商的浪潮辞职了 开始在街上摆摊卖些小东西 衣服鞋子什么的 那个时期基本上赶经商的都挣到钱了 张宝林也不例外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张宝林认识到了后来的同伙 郝义和老娘 郝义就是电视剧中的韩岳平 老娘就是电视剧中的胡大海 张家哥俩走上正途的日子没几天 到了1993年的时候 小弟张宝义屡教不改 再次因盗窃罪被判入狱五年 也就是同一年 石家庄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 赵领浦枪战 也叫七八枪击案 这事跟张家两兄弟没什么关系 不过由于造成的影响较大 我还是简单说一下 这场枪战的主犯是两个人 丁棍和钟百涛 丁棍在征服中也出现过 只不过只有个名字反复出现 丁棍原名叫李建起 曾经因盗窃入狱服刑一年 出狱后开始混 慢慢的竟然也有了些名气 至少在那时候 他的名气要比张宝林大得多 俩人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当时丁棍和同伙钟百涛等人 与另一团伙为了抢地盘发生冲突 于是在1993年7月8日这天 双方在石家庄北郊 党家庄赵领浦的加油战 开始了一场枪战 结果打死了一名无辜来加油的路人 此后 丁棍在外逃窜了两年多 混不下去后 又偷偷潜回石家庄 回来后 他也没有就此收敛 反而更加畅狂 疯狂作案十多起 接到报案的金额就高达了21万元 到了后期 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随身带着两个手榴弹 打算随时拼命 索性后来负责抓捕的警察 枪法精准 在丁棍还没来得及扔雷石 便将其击毙 至于钟百涛自策便下落不明 话说回来 此时张宝林这些年做生意 手里也赚了些钱 于是他将目光瞄准到了运输行业 也就是物流货运 因为当时到上混的 基本上都从事两个行业 第一是游戏赌博厅 第二就是物流运输 到了后来 才纷纷涉足喜遇 酒店等领域 前面说了 张宝林做生意这些年 也结识了不少人 除了豪一和老年儿以外 还有十几号人 这些人当时是张宝林的第一批手下 1994年 另一名重要人物登场 他就是孙大宏 本名叫孙道全 他也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风标 此前因为涉嫌打死人 被关起来了 94年这年 因为宝爱就医 刚被放出来 别看电视剧里 他被刘花强拿枪顶着 下跪叫爷爷 其实那个片段是杜传的 导演自个加的 而在现实里 孙大宏此时的名气 又比张宝林大得多 刚一出狱 生意就上门了 当时在石家庄一宫 现在叫人民广场 当时那边有个游戏厅 游戏厅的老板叫丁旭 是电视剧里面的 吴天的原型 也就是刚上来 就被打死的那个光头 他找孙大宏干什么呢 看场子 那个时期 游戏厅不找人看场子的话 根本开不下去 三天两头 由小混混来闹事 孙大宏来了以后 效果确实不错 毕竟名声在外 也没什么人敢在这闹事 可后来孙大宏发现 游戏厅原来这么赚钱 丁旭当时的这家游戏厅 一天的纯利润 最少也四千保底 所以后来孙大宏 就带着人走了 自己开游戏厅去了 丁旭一看这不成 于是开始找人打听 谁还能震住场子 当时基本上有头有脸的 都进去的差不多了 这矮个里面挑高个 于是找来找去 就找到了当时 没什么名气的张宝林 张宝林带着好一老娘等人 就来了 天天往那一坐 谁也不理 闷着脑袋打游戏 起初也没人惹事 觉得这几个 新来看场子的 看着面生 还一脸生人无尽的模样 都不想做出头鸟 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有人按耐不住了 觉得张宝林一行人 就是在捉模作样 于是就带着 二十几号人来找麻烦 气势汹汹的 忍受一把刀 可当他们包围着 张宝林一行人后 张宝林等人 通的一下 各自从包里 拿出一把猎枪来 这好家伙的 差点没给 对面领头他吓死 随后在旁人的劝说下 这事也就道个歉 就这么算了 但是贵没贵 咱不知道 不过电视剧中 风标下跪那个片段 或许就是借鉴的 这个地方 此战过后 张宝林团伙 在江湖上的名声打造 当时在外混的 几乎都知道 有这么一伙愣头青 动不动就掏枪 可对平民老百姓来说 他们看守的这个游戏厅 可是不敢来了 万一哪天 又跟人干起来 或者走火什么的 给自己打死了 可不划算 打个游戏冒着生命危险 这可太吓人了 所以丁旭游戏厅的生意 是越来越差 于是丁旭找到了张宝林 想让他走 可丁旭这个人 实在太扣门了 只给了张宝林五千块钱 虽说在当时也不少 可根据行情来看 还是少了些 并且他还话里话外的 对张宝林持枪一事 表示不满 张宝林一听脑了 要是没这枪 你游戏厅早被人砸了 还只给五千 于是张宝林 强行借走了丁旭 四万块钱就走了 此后张宝林 只要一跑路 一定会找丁旭借钱 张宝林从丁旭那出来之后 一公又有一个 叫何老六的人 把他请了过去 帮他看场子 不是冤家不巨头 后来因为何老六 被丁旭的亲戚敲诈了 张宝林又是一个 很有义气的人 于是就到丁旭的游戏厅 心仇旧恨一起算 把丁旭的游戏厅砸了 事后丁旭赔了 张宝林七万块钱 这事才算过去了 起初张宝林问他要二十万 这里面有敲诈的成分 丁旭一个老乡 人送外号 新格 就是剧中周国泉的原型 他出面帮丁旭免去了十三万 不过后来这俩人也反目成仇了 张宝林走后 丁旭又找到了孙大红 求爷爷高奶奶的又把他请了回来 1996年 张宝林和另一位老大马老五合伙 就是电视剧中的宋振涛 他们俩在石家庄火车站附近 开了一家托运站 马老五还有个哥哥叫马老敦 就是电视剧中的宋老虎 这兄弟俩是七十年代成名的黑老大 他俩比张宝林年龄大很多 属于两倍人 实力也比张宝林强很多 马老五那时候有钱 所以出的本钱多 股份也多 占了70%的股 并不怎么管托运站的业务 当个甩手掌柜 全部交给张宝林负责 而张宝林这边 觉得自己辛辛苦苦打理生意 好不容易挣钱了 却要给马老五70% 时间长了 张宝林觉得这不划算 于是主动上门 想请求马老五调整一下分骨 将三七改成四六 谈判那天 张宝林只带了一个小弟复约 张宝林没带枪 可这小弟怀里揣着一把枪 其实并不是张宝林有意找事 而是他们团伙一直习惯于带枪 觉得有安全感 当马老五得知张宝林来以后 气得破口大骂 哪有这么和伙做生意的 当初是怎么样 现在还怎么样 张宝林让马老五骂得有些抬不起头来 于是低着头瞅着马老五的腿 正在这时 张宝林的小弟却突然拔枪射击 把中了马老五的腿 当张宝林想阻止时 已经晚了 这事也不是张宝林的意思 他只是提前交代了一下 让小弟看自己的脸色行事 可谁知道小弟会错意了 看见张宝林看马老五的腿 以为张宝林暗示他打马老五的腿 这一枪可算捅了麻风窝了 马老五是成名已久的黑老大 不是张宝林能得罪的 于是张宝林干脆连夜收拾东西 直接跑到了广州躲了起来 马老五挨枪子时 他哥马老墩还正在蹲监狱 等他出狱得知此事后 放出话来 必须让张宝林血债血偿 可此时张宝林跑路了 马老墩也找不到他 于是马老墩交上了之前的小弟 现在的黑老大 也就是孙大红 一起带着人砸了张宝林之前的拖运战 不光砸了张宝林的拖运战 还把他的五名手下给砍了 其中就有老娘 据说这段时间 马老墩一直找不到张宝林 还把他的女朋友给绑了 并且给祸害了 张宝林的这个女朋友 就是电视剧中李梅的原型 叫啥不知道 只知道是张家口人 所以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张宝林岂是任人欺负的角色 他时刻计划着报仇 这事过了一个多月 终于有一次抓到了落单的孙大红 张宝林上来就下了狠手 连开四枪打向孙大红的腿部 最终孙大红一条腿被打瘸 另一条腿的脚后跟都被打烂了 成了残疾人 在家躺了一年多 这期间也没闲着 一边养伤 一边琢磨怎么报复张宝林 终于 1999年5月 孙大红带着手下 从背后袭击了张宝林的弟弟 张宝义 对着张宝义连开五枪 也算是张宝义命大 竟然没有被打死 这一举动彻底将张宝林激怒 兄弟俩从小关系最好 眼看弟弟受到如此重伤 张宝林决定复仇 可是他并不知道是孙大红干的 因为这些年 张宝林得罪的人不少 他一边派人去查 一边在刀上放狠话 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没人敢承认 那么就一个月杀一个 跟自己有仇的老大 这结果眼上 孙大红肯定不会傻了巴结的跳出来 于是装哑巴 可张宝林是认真的 1997年7月19日 张宝林带着陆金良和王天鹏等人 打了孙大红的老板 也就是开游戏厅的丁序 陆金良是电视剧中的金宝 王天鹏就是大鹏 1999年8月7日 张宝林一行人又打死了马老敦 这个时候的孙大红吓坏了 也跑到广州去了 可张宝林不知道 一直在石家庄找孙大红的下落 与此同时 接连出现两起命案 警方查来查去 便查到了张宝林的头上 此时正在紧密的部署抓捕工作 张宝林深知狡兔三窟的道理 当时弄了足足有五个住所 且东西南北方位各不相同 张宝林手持四部手机 经常给不信任的小弟打电话 放放烟雾弹 造成自己此时并不在石家庄的假象 再通过小弟之口 让警方知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 经过一番周折 最终2000年9月23日 警方锁定了张宝林的位置 当时和张宝林在一起的 有陆金良和王天鹏 还有他的情人 关于抓捕过程自然是极为凶险 而且并没有电视剧中 刘花强劫持人质的那一幕 最终在警方不顾危险 勤获张宝林及其同伙后 从房间内搜出猎枪四支 猎枪子弹一百余发 以及两万现金和十万元存折 2001年4月 张宝林、陆金良、王天鹏三人 被依法执行死刑 张宝林的情人被判复刑十年 自此下落不明 远在外地的孙大红 此前得知张宝林一行人落网后 乐开了花 又重新回到了石家庄 但此时的他还觉得不解气 他决定要报复当初一起打却他的好意 2000年11月17日傍晚 孙大红听说好意在饭店吃饭 随后带领手下齐海山 京四各带一支猎枪前往 三人连开九枪 好意当场死亡 一名正在饭店吃饭的 无辜群众被枪误伤 随后孙大红便带着一家老小 跑到了海南 与此同时 警方也在紧张地调查孙大红的行踪 可一直没有结果 转眼到了2001年3月 事情终于出现转机 孙大红三岁的女儿病了 警方接到消息 孙大红的岳父母此时带孩子 从外地回石家庄看病 同年3月10日 孙大红的妻子张少丽 出现在警方视野之内 4月14日傍晚 正在跟踪张少丽的警方 发现了孙大红的下落 可惜狡猾的孙大红夫妇 最终摆脱了警方的跟踪 2001年8月 警方通过侦查手段 得知此时的张少丽在海南 于是警方火速前往 可就在警方即将赶到落脚地的时候 孙大红等人却先行一步 再次溜掉 警方此时只得知张少丽的下落 他到了广西柳州 可警方并不知道 孙大红等人 是不是与张少丽在一起 正巧此时 线人传来消息 孙大红的小弟齐海珊 此时还在海口 于是警方决定放长线钓大鱼 先盯着齐海珊 看是否能借此找到孙大红 果不其然 同年8月13日晚7点30分 齐海珊背着一个旅行包 突然跑出住所 警方判断 齐海珊可能去柳州 与张少丽回合 可没想到 柳州方面传来消息 说张少丽此时 已经动身前往桂林 那么齐海珊此行 到底是去柳州 还是桂林呢 经过专案组开会讨论后 决定冒险一把 去桂林 此次冒险是值得的 14日午夜 齐海珊出现在的 桂林火车站出站口 而且警方已经查明 不仅张少丽 齐海珊来到了桂林 孙大红本人 也早已来到桂林 当天下午4点 正在游玩的 孙大红 张少丽 齐海珊三人 在灌岩溶洞风景区 被警方擒获 在他们身上 当场搜出匕首两把 海洛因一包 留守石家庄的刑警 迅速出击 把监视下的团伙 其他成员一一逮捕 这以后 战斗又持续了5个月 一直到2002年1月4日 孙大红团伙 全部成员落网 至此 石家庄的这批老大们 死的死 残的残 抓的抓 孙大红至今 还在河北省监狱里 关着 而除此之外 当时还有一个 漏网之鱼 谁呢 张宝林的弟弟 张宝义 在张宝林被枪毙后 张宝义接手了 哥哥的团伙 以及托运站等生意 或许是有了 之前哥哥的经验 张宝义的团伙规模 比张宝林要大得多 而且等级分明 典型的金字塔式管理模式 内部分为核心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等等 核心就是张宝义 第一层 直接听从张宝义 一人的命令 且相互之间 并无太多交集 这一批 大概有10亿人左右 在他们之下 都各自有属于自己的人吗 就这么一层层的 往下分裂 除此之外 还有所谓的武装队 估计是张宝义 看武侠小说看多了 想成立个自己的锦衣卫 不光如此 张宝义还专门安排人 对成员进行洗脑 给他们灌输 暴力可以解决一切的强盗法则 当时张宝义团伙中的成员 都是有工资的 第一层多少 暂且不知 第二层成员 每个月3000到5000左右 第三层成员 每个月800到1000 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2006年7月15日凌晨 沈家庄市公安局 调集400余名警力 对张宝义等团伙成员 实施了集中抓捕 于是张宝义落网 2009年9月18日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判决张宝义等 10名被告人死刑 后来有三人 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除此之外 还有四名被告人 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另外还有84人 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等刑罚 节目最后 再给大家分享个故事 征服第一集中 被抓的那个光头 赵小军 其实是整部剧中 最大的老大 他的原型叫赵建林 也是兄弟俩 有个弟弟叫赵建波 石家庄90年代 有个著名的帮派 叫镇头帮 赵建林就是帮主 关于这个人 涉及了很多 不方便说的东西 再次就不多提 总之 这个人比刘华强 也就是张宝林 要厉害的多的多 甚至可以说 那一批人里 能比得上他的 几乎就没有 当然最后 也是死路一条 在张宝林 被捕一年后的2001年 赵建林团伙落网 死的死 监禁的监禁 所以说同学们 不要为了一时的快感 或者追寻所谓的面子 而去混江湖什么的 且看看可有一个 好下场的 而且其实也没那么风光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当然我也是 从那个年纪过来的 我也知道 人在人生中的某一个阶段 很容易被煽动 或者被影响 正如刘华强所说的 不气盛叫年轻人嘛 可我希望大家 气盛的时候 想想自己家人 想想那些在乎你的人 想想自己的未来 不要走上一条 注定充满黑暗的道路 不要成为故事中的人 不要成为那个 被讲述的人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